军队三大上将同时露面范长龙破被查传闻,图,看中国记者董灵山综合报道,卸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之后,官方媒体报道证实范长龙上将近日和老战友一起出席了一个美术作品均赠展。 据中共官媒17日消息,9月15日黎可染画院阳关三叠,唐双宁百福作品均赠展,在黎可染画院美术馆举办唐双宁向黎可染画院,均赠百福作品报道显示出席唐双宁均赠仪式的嘉宾有数百人,其中,至少包括了范长龙,孙建国,王国升三名上将以及众多省部级官员,范长龙, 上将出生于1947年5月辽宁丹东人,曾任远济南军区司令员,2012年11月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2017年10月之后,范长龙将军卸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今年3月,卸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出席此次活动的范长龙将军的两名老战友,分别是孙建国上将和王国升上将,范长龙被指示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后就布示徐才后一手提拔,和推荐的军委副主席接班人,此前范长龙屡线被查传闻,2018年1月, 原中央军委委委员房峰辉落马后,香港媒体星岛日报1月14日报道,趁范长龙已被立案审查,并称是有已落马的房峰辉,公出的,不久有媒体借其占有刘文善消息称,范长龙目前在海,男女妻子刘言疗养否认其接受调查,2018年2月8日,有媒体报道趁,目前范长龙暂时已过关,但有关当局对范的案中 调查仍未停止早在2014年8月网上,就有来自军委内部消息说,徐才后落马后军中巨头们个个紧张,尤其是涉滩的郭伯雄,范长龙等人,急于寻找对策自保他们借助当年庆祝八一建军节,得机会郭伯雄勾结范长龙,房峰辉,常万全,徐粉林等人联络和策划政变, 他们共推的政变领导人是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当局掀洗前所未有的反腐浪潮迄今为止,军队已经有数十名军级以上的老虎落马,其中官败中央军委主席的军队高层,得郭伯雄,于2015年被查并被开除党籍, 2016年因社会罪易审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于徐台后则于2014年3月15日落马,但在接受调查期间因病身亡此外,据官方报道,此次出席唐双宁捐赠仪式, 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孙建国,这一报道,从而证实了孙建国已卸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消息, 1952年,出生的孙建国是河北无桥原,早年长期在海军服役曾任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参谋长等职, 并于2006年12月,调任总参谋长助理,2008年12月,升任副总参谋长, 2011年7月晋升海军上将军衔本轮军改,启动之后孙建国转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范长长长龙的另一名老友的王国生, 也出现在美术作品军赠展,王国生出生于1947年,曾长期在陆军部队服役, 曾任元第64集团军参谋长,元第40集团军军长,元兰州军区参谋长,元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此外,他还是17届中央委员,2010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